据韩国军方消息,日前两架解放军军机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在苏岩礁空域进行巡航,停留一小时左右后飞离 韩国军方出动了多架F15开战机前往应对,又脑补中国要对韩动手的大袭 这个苏岩礁背后也牵着出中日韩三国到现在都没有谈拢的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 被中韩都划入自己防空识别区的苏岩礁,其实就是江苏海外之礁石的意思 相关海域是中国传统渔区,距离江苏岩海约150海里,是一块不会浮出水面的岸礁 同时也是我国大陆架向海外延伸的一部分 早在19世纪末期,北洋水式的海图上就明确标出了这一水下礁石 中国在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上,一直坚持自然延伸原则 苏岩礁无疑属于我们,其周边的海域也应该是我们专属经济区 为了能在经济区划分上占便宜,韩国采用双标原则 在西部不同意自然延伸原则,要求采用中间线原则 而在记住岛以南方向,与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划分纠纷中 又不同意日方的中间线原则,要求按照自然延伸划分 企图把苏岩礁变交为岛获取最大利益 这次解放军巡航无疑是在一个最佳的地方 通过韩方最能够听懂的方式,让英喜悦政府长了个记性 这次解放军巡航无疑